今天来看一台新到店的6代高尔夫GTI 2014年上牌的最后一批车 目前里程10万整 其实10万公里也不算什么大里程 只不过平时里见到的那种偏性能的 玩了属性强一点的车 里程普遍都比较短 但无论怎么说 这台车的里程是到坎上了 所以我们会对它的机械状态 做更加细致的检查和录视 让下任车主能再放心的活活几年 这台GTI其实是我们去年卖出去的自营车 前车主爽了大半年决定换个口味 这样潇洒的感觉 也就是二手车能帮大家实现 前自营车嘛 这个底子是不可能差的 路视结果显示也的确如此 开起来很舒服 挺正常的 质检成为发现车内需要整备的项目 就是阅读灯瞎了一个 还有就是后语瓜有个中度老化 这个也要更换 内饰橙色不是很新 但也是这个里程该有的样子 所以不需要做什么翻新 举程起来看 我们发现变速箱机脚有轻微的老化 减震器也有轻微的渗油 横向稳定感的吊感的焦套也有一些老化 但是因为底盘表现整体还不错 这些暂时都不用整 建议买家每次保养的时候都检查一下 开着不爽了 咱们再换掉它 这样可以物尽其用 需要重点整备的项目是 正式下盖伸漏和油底壳伸漏 这两个项目也是EA888发动机的保留节目了 其实这个车的正式下盖 去年卖车的时候就已经换过了 但还是漏 熟悉二代888的车友看到这里 肯定是相识一笑 懂得都懂 这个东西反复神乐 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零件是冲压出来的 制造成本很低 但精度不高 一些造车不计成本的公司 在这个地方依然采用车靴加工的方法 精度有保障 所以他们的正式召盖 从来不会漏油 在鉴定这台车的时候 我们的鉴定是发现 后备箱和后保接触的汗凤处 有很多的气泡 这让我们一度怀疑后面被撞过 但仔细看了一圈 发现里面的所有配件都没有被动过 而这个气泡 后面研究下来 其实是板金胶的气泡 和油漆没有什么关系 属实是自己吓自己了 而在我心目中 这台GTI身上最大的优点 并不是以上种种 而是它的价格实在是太香了 2014年上牌10万公里 价格只有86800 而目前2014的高6GTI 一般都是在10万块钱左右 里程8到9万公里的 都是9万大几千 很多2013年上牌的 10万公里左右的车员 也是8到9万的价格 好 这台GTI的情况就说差不多了 我们针对它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 做了比较全面的维修 爽个几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毕竟车子里程不算少了 未来肯定还会有新的问题出来 有些配件也会达到自己的设计寿命 希望大家能用成熟的玩车心态 来对待这些问题 虽然将来可能要多去修理厂 和老板谈笑风生 但咱这不是买车的时候 也省了不少钱吗